古新公牙区自從這個軍牙汇渡後 在這個牙区裡面留下到很多主委 譬如說要好好來享用到這個主委 大葉大學跟中華管政府參與 從這個古新公牙区來變身行為 歷史環境教育共學基地 當時要為這個基地正式甲敗 由這個中華管政府來接管 這個地方有豐富的主任新台主管 留守的這個軍事醫生和這個新闻主管 都是這個都市當中很難找到的特殊 生物樣本的一些調查 那這個導覽還有解說再來開始 那最後的一個目的當然就是 要把我們成功營區 作為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機構 為著要使用這個新公牙区的主管 大葉大學提出 建構留守環境教育共學基地的這個計劃 並且在到教育部的困難 透過這個場合 要讓大葉大學跟這個管復作為合作 將這個新公牙区變成一個 留守環境教育的好處 成功營區在65年前開始 製作國防使用 那最近這20年 是交還給地方政府來管理 我們已經逐漸打造一個學習的營地 那今天特別由大葉大學梁校長率隊 到我們成功營區 繼續來做提升 我們希望把這個營地 打造成綠色學習營區 同時也取得國家的環境教育的場域認證 在那裡成功營區將油炸的這個冰液 變成一個環境交友的地方 大葉大學也將提供各種不同的主委 讓這個股營區能提到新生命 中西新聞 告訴我 中華報登